大家好,新华社的消息,2月12号9点54分,嫦娥5号轨道器和返回器组合体经历了6天的还月等待 实施了第一次的月地转移入社,从近圆形轨道变为了近月点高度是200公里的椭圆形轨道 这一次的嫦娥5号顺利的回归,我觉得应该在未来几天之内,三天之内应该就可以了 因为它如果长时间在这个月地轨道进行这个飞行的话,稍有不慎就可能什么,就可能脱离轨道 控制起来其实有风险,所以我觉得并不会让它长期的在这个轨道上进行飞行 会尽快的入国以后啊,尽快的找一个时间,一个窗口,就让它在地球着陆了,载入大气层 那如果成功了的话,这将是50多年啊,从这个,上一次这个美国,苏联,对吧 50多年前,从月球采样以后啊,人类首次带回月球样本 我觉得全世界人都应该,都应该鼓掌 都给中国鼓掌,全世界 包括美国人也得给中国鼓掌 50多年了啊 哎呀,另外美国也有登月计划 现在我知道美国的最新登月计划已经曝光了啊 而且筛选了18名宇航员 在10号的时候,美国的这个副总统彭斯啊 在这个佛罗里达,美国的航天中心吧 对吧,叫肯尼迪航天中心 18个啊,18个宇航员 我看了照片啊,录像也有啊 我回头找一找,找一找 然后,那我这个链接的话,我给你发出来啊 那彭斯呢,也在这个肯尼迪宇航中心宣布了啊 可能要在2024年进行重返月球 18人啊,巨大的一个团队啊 那就是组团去月球,美国组团去月球了 哎呀,你看美国也对月球啊 重返月球这句话,他也很伤心 而且这次是人数更多 你像阿姆斯特朗啊 或者之前的探月最多也就三个人 现在是什么,组团18人 那美国这次返回月球啊 我觉得有一种宣誓啊 有一种宣誓 你说他研究月球或者是地域月球进行什么采样 也不需要了 他之前已经做了大量的这些研究 他我觉得更多是一种宣誓 因为后续呢 这18人如果在月球登陆成功以后啊 可能下一步就是登陆火星了 24年呢 是可能24年啊 这些人要登陆月球了啊 30年或者30年之前的 24年到300之前他会选择一个时间段登陆火星 现在我知道的情况是这样 我觉得中国呢也是准备在30年 2030年登陆月球 也是在2030年之前 那美国还是要抢在中国之前啊 我觉得这一点中国没必要跟美国争这个 因为那个第一呢 你永远争不过 第一个进入太空的是加加林 是一个苏联人啊 现在说是俄国人 其实也不也不正确 是苏联人啊 苏联呢 现在已经解体了 所以说啊 美国也争不到这个第一了 第一个太空人是苏联人 其实争这个第一也没有所谓 根据自己的计划吧 我觉得双方呢 竞争挺好的 我喜欢竞争 竞争 观众啊 是不是咱们看的观众是不是可靠性了 你不竞争 咱们看起来没意思 人类也得不到任何好处 你得竞争啊 现在咱们人类得到了有些这个新的科技 实际就是太空竞赛 我刚才之前讲的话 没有静电的 又轻又薄的 吸汗的 太空技术吧 现在你看运动员 跑赛穿的 就跟光屁股穿上去 没穿衣服一样 所有材料 轻薄透气吸汗 你看 没有异味 宇航技术 咱们都得到了这些技术 微波炉我之前讲的 加热 用微波加热 全民用化了 老百姓有益 对老百姓有益 我觉得未来探阅 有些技术最后也会转成民用 未来也会转成民用 民用的话咱们也可以用到 更先进 挺好的 我愿意竞争 我喜欢看到不同制度之间的竞争 这是我一直以来坚持的多样性 太单调了 太单调了 这个世界没去 没去 不要太单调 而你只要支持多样性 你就看我频道 支持多样性 看我频道 多样性 它也不是狭隘的多样性 它有广义的 广义的我今天就不多讲了 广义的更大 那个视角站的更大 站的更大 我就以后找个时间 我给大家讲一下 还是把竞争 我觉得两个国家竞争可以 我也祝福美国 能登月成功 这18人 我也祝贺中国 长河5号顺利返回 其实都是对人类有益的 有些美国人觉得 中国不好 不高兴 你想的狭窄了 这个长河5号 其实也是为全人类发射的 你要把这个视角放大 我觉得美国人应该鼓掌 这是我的看法 感谢观看